不过 你今日为何不拆穿它 还那么帮着它 它就是想踢个醋锯而已 我拆穿它干嘛 它善有灵力 坏了咱们的规矩 我又何尝是一个懂规矩的人哪 我的人生哲理是什么 随心所欲 并且我觉得吧 今天它不是故意用灵力 它是突然有了灵力 但没控制住 你以前可是最讨厌 乱用灵力的人了 现在竟然贴它顶着个包 它今天上了场 你的眼睛啊 可就没离开过它 它很有可能是陆红竹派来盯着我的 我必须得留意留意它 嘴硬吧你就 不过 我今天倒是对它挺有改观的 小姑娘人挺好的 真性情 还挺可爱的 你看它今天为了咱们能赢 多拼命啊 可惜是陆红竹的一颗棋子啊 要是 他进宫当了太子妃 你就哭吧 你乱点什么鸳鸯谱啊 还真不是啊 我跟你说 今天 茗阳 在后半场 可照顾她了 不然我们怎么能赢啊 好好想想吧 陆清清 行为举止 放荡不羁 王后怎么可能喜欢的 她又怎么可能会是太子妃的人选呢 太子喜欢就够了啊 茗阳喜欢她什么呀 喜欢她长得好看呗 雍之俗粉 那是单纯 傻气 她的热情呢 善恶不分 这口是心非呗 静王殿下 司空大人 清王殿下 司空大人 今天清清姑娘表现得很敬严 你们都认出我来了 叶耳斗铃 无所谓啊 反正我赢得了比赛 拿到了奖品 你刚刚叫我 这样 你们歇聊 我走了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刚才在场上 好像确实是我用的灵力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突然就有灵力了 废柴小姐 没那么肥沉 你也没有传说中的 那么冷漠无情